全新系列为您播出 走出人生风暴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管家罗靖芳 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 飞越家庭服务中心的资深顾问 林展辉老师 跟我们视讯连线 展辉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探讨婚外情的时候 我想我们也需要谈一谈 有关男女之间的一些反应上的差异 当然我觉得遇到婚外情的时候 大家都在面对那个风暴 但是对这个风暴的时候 有男女之间的反应可能有不同的 先讲讲女性 但很多时候她的外遇的产生 是跟她的心里之间有很多的沟通 这个人可以跟她谈得来 很多的话她也跟她倾诉 男的外遇大部分很多时候 也包括性的行为在里面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在过程当中 女性的时候 她会把这整个外遇变成合理化 觉得说因为我们大家心里相通 甚至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很多的亲密的关系 只是大家谈得来 那男人可能在过程当中被发现外遇的时候 进入这个风暴的时候 他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 我并不一定爱这个女 而且这个女人 或者说这个第三者 我只是跟她逢场作戏 我真正还是希望维持原来的这个原有这个家 另外的东西就是 女性在有外遇的时候 她常常已经不把丈夫当成是她最爱的人 或者她的心上人 或者倾途的对象 她已经因为她觉得 我跟她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也就是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而男性很多时候 她仍然对这个家 包括对这个太太仍然有感情 而对第三者 很多时候她并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投入 这段感情 她还是可能有投入 可能还是五十五十 六十四十 但是女性她一投入这个感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她已经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她就把这边人这个丈夫 当成是我们讲一个陌生人一样 所以对她来讲 很多时候女性的话 外遇就是她的全部 所以她可以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她那一有这种外遇的出现的时候 她可以把她的钱财 所有东西我们讲被骗 所有东西她都愿意付出 因为对她来讲 这段感情就是她的全部 而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只是把这个第三方 当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她仍然是可以继续的工作 仍然可以在家里 甚至做一个好的爸爸 她不会因为这段感情 第三者之后 她放弃到原来的一切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 我刚才讲 女性她愿意为这段感情放弃一切 甚至放弃丈夫 放弃孩子 放弃她所有的工作 愿意跟这个第三方 甚至我们讲远离这个远离原来的地方 去一个地方 做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给我们感觉到 原来女性对这个感情的投入 很多时候比男性 更加的完全的投入 所以她们很多时候 女性是 很多时候有这个外遇 是因为她对这段婚姻 已经产生很绝望 刚好第三者都进来 但是男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跟她讲 她对太太这段外遇 她只是 她对本身这段外遇 只是觉得 我在生活中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也就是当女性发生 发现男性有外遇的时候 很多时候她 她可以 若是她愿意的话 她可以原谅继续走下去 但是男性一发生 女性她的太太有外遇的时候 大概都是会隐婚收场 因为男人的自尊 她会觉得 你给我这个绿帽带 我怎么可以跟我所有人交代呢 包括亲朋朋友 亲戚朋友 甚至其他人怎么样看我呢 他们会在后面笑我 所以 任我的辅导的个案经历里面 看到就是 女性 当时有外遇的时候 很少丈夫愿意原谅她 大概都 大多数都是以收 离婚收场 甚至是一种很怨恨 很愤恨的情况里面 不能够很好坐在她 反而是 男性有外遇的时候 那个女性慢慢了解了情况之后 也可能 我们讲有些时候 经过了辅导之后 成功的机会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那当然这种遇到外遇的时候 起初的阶段里面 大家都不能够接受 但是过后心平气和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谈 首先是我们谈了 也是要问的一个问题 离婚之后 你可不可以独自承担所有 整个家庭的责任 可能要成为一个单亲的爸爸 或者妈妈 在财务上 也是可以 我们先把这个底线 先去给对方去反思一下 因为当他想到对方有话语的时候 他心中里面 马上就想要离开 我不想跟这个人站起 所以我们先反思往这一方面 同理他 明白他 然后叫他去思想一下 好的他想完之后 很多时候他想完之后 可能他讲可以 实际上不见得他可以 然后第二阶段 可能就慢慢的去看一下 对方在犯这个错误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那个因素包括了 可能外在的因素 也可能内在家庭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规律 把它推出去 也去考虑一下 当然第三方面就是 看看对方有没有任何的回忆 愿不愿意重新回到这个家庭里面 跟原来的配偶 重新再走下去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即使他们愿意重新走下去 还是一个很长的阶段 所以跟他讲回来 这个过程当中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成功的激励过程 你就看到说 其实女性发现男生 或者男性有外语的时候 对他来讲 他可能愿意去反省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女性会觉得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者 为什么我连我的丈夫都不能够 我们讲不能够留住 若是第三方又比他各方面更差的时候 他里面的内心就感觉到 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差 为什么我丈夫里面找一个比我更差的人 来做他的配偶而放弃 我哪里出问题的 那这种的内疚感 很多时候使很多的女性 在面对这个婚姻 或者面对这种外遇的时候 他整个人很多时候也会崩溃 而先生如果发现太太有外遇的时候 他心里面更愿意 他会觉得除了他 觉得他很少说我自己有问题 他一定把矛头指向对方 一定讲对方不忠贞 对方可能在外面 朝三无事 随性良化 他用很难听的名词来形容这张 他很多时候因为里面那个面子的问题 那个尊严的问题已经使他失去理性 他很多时候我在福等室里面 看过那个丈夫就是真的是破口爸妈的 其实那个太太告诉她说 我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点是错 我们讲错误的境内这段关系 因为他在国外那个男的对他很好 那天晚上真的有点半醉半醒 这件发生的这个性的关系 但是丈夫完全不接受他所讲的任何的解释 他对他也教丈夫想想他对这个家庭过去的付出 丈夫完全不理会 只是觉得那一次就是他不能够接受 甚至当大家坐下来好好商谈的时候 丈夫里面那个对这个段感情的怨恨 当我个别跟他谈的时候 丈夫能够想象他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他完全不可以接受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是一个我怎么样去面对我所有的心疼气 里面的伤痛里面的难过 好像进入到风暴期被拉下去 不能够自反一样 所以那种我想太太真的 当然太太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时候 他也是会愤怒 但是很多时候他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以为说女性比较冲动 其实不是 才发现婚外情的时候 我个人的经验是男性会比女性更加冲动 更加充满着怨恨 不愿意放下 因为他觉得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怨气是 他会觉得这个注意之为什么 这个最亲密的所谓的小女人会这样用这个方式来使他受害 受到伤害 所以他里面那种感觉是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那种怨恨那种毒 那个内心的愤怒 第一感觉到真的好像就快随时会爆发 甚至好像真想把对方杀掉那种感觉 所以当我们再想回来的时候 当女性发现这个男性婚外情的时候 刚才讲他可以理性的去思考多一点点 甚至可能我讲也跟我们传统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有很多的女性到最后还是有一点点接受大男人主一样 如果他外面犯错 如果他愿意回来 为着家庭 为着孩子的缘故 我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挽回的机会相对来讲 还是会高一点点的 但是男性 我在辅导一个男性 他遇到这个太太婚外情之后 他自己过后也变成一个 有点沉沦这样 也在外面乱搞 也在外面就是 他会觉得 虽然太太对不起我的算了妈妈 也没有负起当爸爸的责任 就是而且常常在孩子面前 数落他的妈妈 把他妈妈发生婚外情的事情 一直在孩子面前讲这个事情 透过这个方式 一直来修了他的所谓的他的态度 这个就是一悲剧的收场 这个就是所谓的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是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在里头的 对吗 对对 我觉得男性的报复的心理 很多时候比女性更加的激烈 我在辅导的个案里面 女性要报复的那个百分比 相对来讲是低于男性很多的 很多时候他真的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家庭 他就愿意背起那个所谓的痛苦 看到丈夫可能跟第三者在一起 他自己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因为很多时候我在辅导的个案里面看到 那先生可能跟第三者 甚至有几个个案就是 先生就是离开新加坡 去到国外 跟所谓的第三者在一起 他就是要独自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 包括父亲的责任 包括经济的责任 他就是很辛苦的把孩子带大 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 婚外情 这个外遇的风暴的时候 有这个刚才展辉老师也提到 有吸力啊 就是吸引对方回来 还有一种很大的推力 把对方推得远远的 推得离开了家 那么整个婚姻就面对破碎破裂 整个家庭就瓦解的这种的光景 实在是令人感到很惋惜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善这种情况 增加那个把对方吸引回来的那个吸力呢 我们就简单点来讲说 其实用去简单的方式来看就是 有一个丈夫或者太太配偶外遇的时候 就是一个介入者进来 这个介入者他一定有很大的吸引力 把你的外遇者拉过去 本来这些吸引力可能是对方是年轻貌美 或者对一个女性的男性的介入者来讲 他可以跟你谈天 可以跟你心灵沟通 这个是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这个吸引力即使是多么的大 但是如果两夫妻可以在一起的话 两夫妻的吸引力更大的话 像那个外面的吸引力是不会把你的 我们讲把你的配偶拉出去的 因为你们两个很好的沟通 你们两个很好的婚姻的关系 你们两个都很珍惜的家庭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 会比外在的吸引力更大 虽然外面有个人可以跟你谈得来 虽然外面有个年轻貌美 但是你想到我太太也不错 我想到我先生也可以跟我谈天的时候 你外面的吸引力可能就不为止 这个婚姻进入这种的危机里面 但是很多时候除了外面 外面有外面的吸引力在后 最大的困难就是原来的配偶 如果推力来推出去 什么叫推力呢 推力就是你这个家庭常常吵吵吵吵 夫妻之间没有时间沟通 大家都忙碌生活 大家见面的时候 见面的机会少 然后沟通的时间少 大家坐下来就是很累了 平时即使是有假期的时候 大家都不常在一起 连谈话的内容都是琐碎的家务事 很少有机会谈谈内心深处 很少有机会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甚至有一些人避免这种相处的时间 你又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 就无意中 你就把那个推力加强 那个配偶常常在家里 得不到所有的满足 不管是性 不管是感情 不管是各方面的满足 外面那个可以给他这种满足感 所以每一次他去外面跟对方谈心 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得到身心灵的满足 他就慢慢的对这个家庭里面 所谓的这个原来的配偶产生一种抗拒感 也就是若是外面的吸引越来越大 里面的推力也跟着大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 能够尽力挽回 那对整个家庭 对下一代都是好事 今天非常谢谢 飞越家庭服务中心的资深顾问 林展辉老师跟我们谈 有关男女反应的差异 以及这个关系的状态 吸力还是推力 这方面的重要的课题 我是罗靖芳 我是林展辉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